農藥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兄弟们八戒新皮肤都耍起来了吧 不得不说这个皮肤我就非常喜欢了 尤其这个平面的音效和手感 像在弹乐器一样正是爱了呀 要说八戒最近登场率变少 除了是因为双双流的削弱 肉刀层数增加伤害降低 让八戒前期的发育太过缓慢 说到这里就直接想到了吕布 吕布能有现在的数据 还是因为黄刀极大的加速了吕布的发育速度 那同样的道理呀 八戒的肉刀能不能换成黄刀呢 话不多说直接上这笔 这里需要知道 黄刀的增伤也可以触发八戒回血的 我们测试满被动黄刀和火甲 10秒打出9907的伤害 满被动肉刀和火甲10秒钟打出的是 10781的伤害 但要注意的是 编程打满肉刀的30层被动非常困难 但现在前期打架频繁 少量的人头和住户 就可以轻松叠黄刀的被动 而且黄刀自带的移速 让八戒更为灵活 120点双抗 对比肉刀的600点血量 也让八戒的回血更有质量 那其实打野刀是没有必要第一件出的 那1500的野怪斩杀线 足以轻松抢到河蟹 而前期的经济 拿来买一些基础的抗性装 这让恢复的血量更有质量 也比单纯的血量更加耐重 然后再升级打野刀和火甲也不完 这样就能非常平滑的度过弱势期 安稳渡过前期我们就可以配合个打野入侵 这里我帮点尾刷完对方红区就回到线上 深测一看等级人都傻了 跑得还来不及 我配合打野收下人头 时间还不到7分钟 王道就跌了9成 当然八戒线也不是无脑万斤油 遇到马可吕布最好还是不要选 那根本是不给你一打度的机会 增伤一出直接飞死即残 还是老老实实后手补位更好 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八戒的小技巧 帮助大家轻松渡过弱势期 这里我们先用一技能跳出来再接大招 二技能拉人到大招的图中取消大招 敌人的落点是更远的 而且二技能强化普攻可以再拉一段 轻松让对手多吃塔伤 另外也可以二技能后使用A闪 接大把对手圈在塔内 但这就需要一些手术了 看到八戒这个操作 我不禁赶到眼说好家伙 这与老夫子的一闪接大 把对手拴在塔下场景如出一辙 那可能就有小伙伴说了 老夫子的一闪也没增加多少拉人距离 直接一技能拉过来大招捆住不也一样吗 这里就有所不知了 直接一技能拉过来捆住 对手是可以在大招的边缘夺塔伤的 而如果一闪接大的话 对手被捆住的位置就是大招边缘了 不过要注意的是 如果对方出了抵抗鞋 一技能拉人的时候就不要极限距离了 否则很容易消大自己 而且最近流行冰毛的玩法 也让老夫子有了一定的强度提升 30%的攻速和120的精准效果 让纯靠平A打伤害的老夫子 能打出更高的伤害 被动减攻速 让兑现一些特定英雄更加轻松 首先就是版本大日的黄刀铝布 本来就是一把破军加一身肉装 自身不带攻速的话 冰毛轻轻松松把攻速打到复数 就剩一技能主要输出 我们只要掐好二技能的时间 挡掉铝布的一技能 即使被覆魔也不用太担心铝布平A 能打出很多伤害 而被老夫子大招捆住 会减少20%的输出 这堆增伤也是有效果的哦 吕布都这遭遇了 就更别提马超了 其他靠技能和平A组合输出的冰毛 都有一定的特质效果 在正常对局中 老夫子主要把功能还是二技能 无论是开局还是打架前 找到目标就攒四个能量 这样打架就可以刷出多个二技能 弹度明显提升 用这种方法推塔 即使无兵线也能剥掉很多血 当然推塔虽好 也不要忘记参加关键团战哦 你还记得名为是男千秋 谢谢你留言 这封面原来是八戒啊 我还以为是大仙呢 好家伙 花木兰一套我没有沉默 你这几个字把我整沉默了 你再好好看看 这两张图啊 起码有五处以上的不同吧 大友同会96536 虎牙688 每晚七礼拜 咱们不见不散